疫苗的接种行动 短短两星期 全国12%的人口就完成了首季的施大 也成为世界上疫苗国民覆盖率最高的国家 而他们靠的就是砸大钱 以美国三倍的价格成功插队 其他国家买到了辉瑞疫苗 不过总理会这么拼 其实跟他的政治利益有关 以色列各地搭起疫苗中心 不止年长者就连一般青壮年民众 都来排队强打疫苗 以色列展现惊人的国家动员能力 12月19号展开疫苗行动以来 短短两星期就有120万人接种第一剂 也就是全国12%的人口 成为全球疫苗国民覆盖率最高的国家 而且最近每天平均甚至有10到15万人 完成首剂接种 预计未来100天内 以色列就能成为全球第一个 100%完全防疫的国家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声称 是他彻夜打电话给辉瑞总裁 才顺利插队购买 不过以色列超速失大 可是付出庞大代价 以美金60美金 相当于台币约1694元的高价格 购买辉瑞疫苗 单价是美国的三倍 但随着以色列付钱插队的新闻曝光 立刻引发其他采购国家不满 西方采购国家怒斥辉瑞 明明有多余产量给以色列 却一再拖延给欧美国家的疫苗交货期 辉瑞骑虎南下只好灭火说要减少给以色列的后续剂量 其实以色列疫情仍然险峻 纳坦亚胡眼看医疗濒临崩溃 三月又将面对国会大选 要是不尽快拼出短期政绩 他将面对的不只是败选 恐怕还有一连串弊案官司 险见疫苗争夺战 成了纳坦亚胡个人政治生涯的生存大战 记者综合报道